這個真的是超級好吃 顏色又好好看 好喜歡這件喔 這是不是我的包包 哇很脆欸 滋滋滋的 希望我今天不會再敗家 不然回去要婚姻為急 歡迎回家我是星星 看看我現在人在哪裡 我在台北的中山站 今天呢 就是我的第一支台北一日行程系列 為了籌備這支影片呢 我已經默默蒐集了好多中山這一代的 口袋名單 然後精選出今天想要探店的這些店家 除了從我高中到現在都非常喜歡吃的早午餐店 還有百貨裡的小店 跟巷弄裡的餐具 還有底片相機店 聽了是不是都很想趕快來跟我一起逛逛看 不管是哪裡人都一定要收藏這集 因為現在中山啊是台北最熱鬧 那我不管是潮男潮女還是文青男女 都一定要來逛的一個區域 那就趕快跟著我一起出發吧 我們去吃早午餐 我們現在來到了今天的第一餐早午餐 是我自己從高中時期到現在快要30歲了 都還是很喜歡的早午餐荷蘭小鬆餅 如果是老台北人的話應該都已經吃過這間了 然後我今天來的是它的二店 那我一店二店都吃過 我覺得味道沒有什麼不同 所以大家都可以來吃吃看 今天我點的是我自己最喜歡的蒜味鮮蝦炒蛋 它除了主食可以自己選之外呢 它的麵包類共有四個選擇 那我自己當然是最最喜歡他們家招牌的 河南小鬆餅 這個真的是超級好吃 我覺得這個蒜味鮮蝦炒蛋 它是有點小辣 然後它的蝦子都是剝好的 所以真的很好吃 先來吃一口鮮蝦炒蛋 看起來雖然是很稀釋 不過吃起來的味道是偏台式的味道 但我很喜歡 很帥氣 因為辣辣的 因為它的蛋超級嫩 我們來吃吃看 最好吃的這個 然後我一定會附上一個蜂糖的醬汁 這個小鬆餅真的太好吃了 這個很酷耶 有醬汁 他說這個跟麵包可以沾這個醬汁吃 醬汁看起來超濃郁的 這是馬鈴薯泥 有點像那個 IKEA 那我想像中的味道很不一樣 我覺得這碗的靈魂是它的醬汁耶 因為它其實肉碗本身的味道沒有很鹹 也沒有很重 可是你就是要沾附那個醬汁吃 我覺得以早上來吃 對我來講有一點點重口味 不用蛋加在這個麵包上面 感覺更搭 那麵包還蠻好吃耶 麵包很好吃耶 不要想像中軟很多 我們攝影師給我這個馬鈴薯泥 加在麵包上 他說很好吃 好吃 也真的耶 要這樣配 最後一個 如果你不是台北人的話 沒有吃過這家 你一定要來吃吃看 吃完了 跟你們講我覺得這間 還有一個非常值得推薦的地方是價錢 你知道我剛剛結帳才發現沒有服務費耶 真的是算蠻便宜的 像我們吃早午餐是330塊左右嘛 然後有附飲料 非常豐盛很飽 然後沒有服務費 那如果你是吃義大利麵跟燉飯的話 有一堆都是那種200多塊的選擇 然後一樣也是有附飲料 一杯飲料就要80了吧 這樣等於麵材200塊 我覺得真的是台中價格耶 對不對 你看攝影師也是駐台中 我們兩個都覺得CP值超高 那我們現在吃完早午餐之後 我們就要去開啟今天的逛店行程啦 Go 接下來逛這間店呢 應該算是底片相機界大家都知道的Snap 然後我今天來的是中山這邊的AK市店 那它的最大間的本店是在松菸附近的樣子 我們今天就先來逛逛看這間小試身手一下 為什麼我帶大家來逛這間 是因為我覺得它很齊全 像是我之前曾經在YouTube影片裡面提到的 底片相機評比裡面的各種相機幾乎都有買 像是我覺得比較推薦的柯達M35啊 剛剛很適合旅拍的Rito 這邊都有而且顏色還很齊 然後更誇張的是 我之前有分享過我有一台現場監督的古董機 然後這裡有好幾台現場監督可以給大家挑選耶 如果你想要找底片相機的話就可以先來這邊 那如果你只想玩玩看 像買那種單次的即可拍這邊也有 然後如果你是老手的話 他們也有賣底片然後也可以沖洗 還有賣一些相機相關的周邊配件 我覺得像是什麼相機背帶啊 然後收底片的那種盒子啊 都是很實用 而且都是柯達的超級可愛 所以呢如果你對底片相機有興趣的話 非常推薦你先來這邊逛逛看 覺得是會非常的有收穫 我們緊接著去下一間店吧 今天要逛的第二間店 是我從台中愛逛到台北的服飾店小子 沒錯我小子來台北開店了 而且是在我自己最喜歡 最愛逛覺得最有質感的 成品南西裡面 成品南西真的是很會選櫃位 這裡面有超多就是我開團過的品牌 那我們就趕快去櫃位逛逛看吧 整個櫃位被他們佈置的超像那種街邊小店的感覺 有一種百戶裡的小店氛圍我覺得超讚的 很像是我們在台中巷弄逛街的那種FU 我覺得主要是因為他們這個窗邊剛好是一個房子的形狀 所以真的很溫馨 還有延續了他們嘉義跟台中店都有的這個很漂亮的吊燈 還有他們一定會有的全身景也很好看 整體都是用這種木質的裝潢 我覺得真的是逛起來非常有熟悉感 有點回到台中的感覺 剛剛已經先逛了一下 然後有看到幾個覺得很不錯的單品 帶你們去看看 剛剛看到這個我覺得這襯衫感覺是我的菜 最近覺得自己穿這個好粉色非常非常的襯我的膚色 然後這個材質摸起來很舒服感覺很涼 我覺得這個褲子有分SML三個尺寸 我覺得小子他們家我自己蠻喜歡的一個點 就是他們的下半身很長都有分尺寸 就是不會都是free size 你們看這件 超級漂亮欸 尤其是我們這種愛大地色的人 來穿穿看 找到我的舊愛燈籠洋裝 之前有看我台中系列的話 應該就會發現我那時候自己身上穿了一件 然後又帶走一件 然後你們可以看我最近私底下的照片 我真的是超常穿的 如果你還沒有穿過這個燈籠洋裝的話 超推薦 你們看 這是不是我的包包 超級好看欸 我超級喜歡 哇 跟我今天太搭了吧 紅色的也超級可愛欸 邊邊有這個蕾絲雕花 然後這邊也有 然後連釦子都不馬虎欸 這個真的是最用心的帆布袋了吧 小子他們家呢 最主打的就是 一件單品可以有多種穿法 就不用每一套都要重新搭配 你只要買一個單品呢 就可以穿出非常多不同的風格 想用這樣子的概念來跟大家分享穿搭 那我身上這件 非常可愛的奶茶色格紋 吊帶洋裝呢 就是他們家的 然後我剛剛選了幾個單品 都是可以跟這一件做搭配的 我們就來看看可以變出幾種花樣吧 第二種搭法就是把這個 吊帶洋裝穿在裡面 然後加上我們剛剛挑到的這個 超級好看的外罩 這個外罩感覺很好用 可以搭在你一般的T恤或是 透膚的內搭外面應該都很好看 他這個肩帶啊是可以調的 而且其實有些外罩 對我來講就是胸圍這裡會有點太緊 但是我覺得他這件還蠻不錯的 而且這裡還可以再調整寬度 所以我覺得很適合各種身型的女生欸 顏色又好好看 好喜歡這件喔 搭上帽子之後更完整了 我整個已經可以出國完了 天啊好適合喔 好好看喔 第三種穿法 我直接套上來剛剛很喜歡 那個粉紅色的絲質襯衫 超級舒服欸這件 真的是 我在家裡也會想要穿的那種材質 比較素色的上衣呢 我就覺得很適合配這種側背的包包 然後剛好有這個我最近很喜歡的銀色 這樣搭起來是不是很率性 然後又有點休閒的感覺 而且跟下面這個也很搭欸 這個什麼百搭洋裝啊 穿這種襯衫呢我通常不會全扣 就是很喜歡那種只扣上面幾顆 然後下面就是有點 就是可以這樣有點打開 就是比較隨性的感覺 這套真的也是很舒服 很想帶回家 那像上次的影片一樣呢 我這次也要請店員來幫我搭一套 他們覺得很適合我的穿搭 我們趕快去問店員 嗨 好漂亮喔 他們的店員都很漂亮 也很會穿 你可以幫我搭一套 你覺得最近可能新品啊 或是你覺得比較適合我的身型的穿搭嗎 好 喔 鮑紋的 你看你身上這件嗎 對 這是我穿上這件 然後呢 友善的是它是做那個鬆緊帶 嗯 所以比較不會挑身型 然後上次的話就可以搭這個 所以感覺你滿喜歡 我很喜歡襯衫感的東西 我很喜歡襯衫感的東西 我其實沒有穿過鮑紋欸 感覺還滿可以挑戰看看 這樣搭 感覺也不會很高調 來去試試看 燈燈 我覺得有點害羞欸 沒有穿過這個風格的 第一次穿鮑紋欸 我覺得我整個人氣質都變了 你覺得怎麼樣 有沒有很不習慣 但我覺得很成熟的感覺 如果你想要挑戰一些不一樣的風格 你就可以請小子店員幫你搭搭看 現在已經整間店逛完了 大概已經過了一小時 然後最後決定我要帶走這件 因為真的太好看了 甚至直接疊在我現在身上都很好看 然後小子他們家呢 如果你來店面購買的話 都是會有二手紙袋來幫你包裝 現在還有活動 滿2000塊會送品牌的購物袋 這是我身上的這個 超好用的欸 很大 然後那個背帶也很長 是不是跟我之前也滿大的 而且他們現在能買2500 就有限則100的活動 還可以累計唷 大家如果最近有來中山的話 一定要趕快來小子逛逛看 那離開之前呢 發現這裡有一個小子的佈置區 超級適合拍照的 有很多古董 上面呢也有他們的slogan 是也是我很想要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我覺得穿搭呢 沒有最好的樣子 只有最適合你的風格 希望大家都可以找到自己喜歡的衣服 一日行程不能過缺的就是咖啡廳下午茶 然後今天我們來到的是 台北非常有名的Waku的三店 因為我自己有去過WakuWaku Burger 也有去過Pasta 然後我沒有來過這間Café Waku 因為這應該是不管是不是台北人都知道的一間名店 那我自己吃過前兩間店 我都還蠻喜歡的 所以我也很期待他們這次的新的咖啡廳 來到台北還是要測試一下布丁 布丁太陽的賣相應該是 目前遇過我覺得最可愛最好拍的 然後我們飲料一樣是點安全的拿鐵來喝喝看 今天呢還有再點了一個他們家的 應該算是招牌 我看網路上非常多人點的可頌鬆餅 也是我自己本人最喜歡的一個品項 很適合那種就是你跟姐妹們去下午茶店 但你不想吃甜食的時候可以點的品項 喝喝看拿鐵喔 拿鐵不能拿喝 是可以的 來吃吃看可愛的布丁 他這個呢名字叫做玄米海鹽布丁 所以我還蠻好奇會不會有玄米跟海鹽的味道 吃吃看 哇我覺得他上面那個東西非常的加分耶 吃起來不太像生奶油 有點像生乳冰淇淋的感覺 其實他布丁本身是沒有非常綿密 是比較固體的那種布丁 然後焦糖是有帶苦味的 然後不會過甜 我覺得如果單吃布丁的話就是很中微中足 可是加上他上面這個生乳之後 就會變得很好吃耶 真的差很多一定要加上面這個 我覺得還不錯 我們看我們的可頌鬆餅麥 麥香是非常非常的好 我覺得王虎他們家最厲害的就是 他們好會白盤 然後也好會裝飽 吃東西之外也可以拍照打卡 好我們來吃吃看 哇很脆耶 滋滋滋的 他還有加七味粉耶 蠻好吃的 我再仔細吃一下 因為我覺得他蛋撒有點特別 他蛋撒是屬於那種很細緻的 就不會說一整塊一整塊 然後裡面的風味很豐富耶 我覺得有很重的黑胡椒味 然後上面有灑七味粉 所以吃茶真的是鹹吃 不會讓你覺得有甜的感覺 然後美乃滋也被融合得很好 不會很膩 我覺得蠻好吃的 很好喝 蠻好喝的 蘋果美式 推推 因為我覺得水果美式 還蠻容易踩雷的 就是他們家這個 我覺得比拿鐵更值得點耶 因為比較少見 然後很清爽 很適合現在非常非常炎熱的夏天 吃到現在微生呢 我覺得中規而言是一間 我覺得中規中矩的店 你不是說超級驚豔的下午茶什麼的 我覺得很適合女生們一起來 尤其是觀光的話 就是可以拍漂亮的照片 我東西也還不錯 我覺得最最驚豔的真的是 今天的蘋果美式最好喝 所以我覺得也可以來這邊喝喝飲料 然後吃布丁 還有他們季節限定的生乳冰淇淋 我們就繼續去逛逛其他店吧 接下來要帶你們去逛這間生活雜貨店呢 是我一直以來都很想跟大家分享 可是因為台中沒有店面 所以一直沒有機會跟大家說 也就是這間NATURAL KITCHEN 它在台北呢 一共有兩間店 一間在景展 然後一間就在中山 我覺得如果你是喜歡鄉村風啊 法國鄉間小路會有那種風格 咖啡廳的話 你就可以來這邊挖寶 它有很多木質疼便跟棉質的生活雜貨 我覺得就是很適合那種 你喜歡這個風格的人 而且它的東西呢 還蠻多都是我覺得算蠻平價的 然後它是一間日本的品牌 所以很多商品呢 真的都是濃濃的日本風格 我覺得如果你也是很喜歡日系雜貨的話 一定要來逛逛看這間 或是呢你有一些需要佈置啊 然後需要漂亮百拍的需求啊 也可以來這裡 因為它有好多那種 各式各樣的籃子啊 盤子啊什麼網籃之類的東西 當然不能後缺的就是一定是餐具啊 杯盤器皿那些 希望我今天不會再敗家了 不然回去要婚姻危機 這個是他們的招牌吐司盤 這個小的叫50塊喔 大的150 這邊有很多小小的器具 連夾子都有這麼小的 這個還蠻推薦的耶 就是門後掛工 你可以掛在門上 然後這邊有兩個可愛的小球 你就可以掛什麼衣服啊帽子 掛上去 很可愛耶 這個還不錯耶 然後很多人會來這裡挑 就是送給別人的那種喬籤禮物 它都會幫你包好一包一包的 像這個超可愛的 你看如果你朋友搬新家有沒有 你就帶這個過去送它 很溫馨 它都幫你包好了 他們家整體都是很鄉村風 所以有超多鄉村風格的這種收納盒 可以拿來收你的飾品啊 或是杯盤餐具之類的 被發現 你看 這個就是日式食茶店會出現的聖代杯 這個才多少錢 150塊耶 很便宜耶 這個也可以拿來裝冰淇淋 我覺得因為它真的是日本的品牌 所以它有好多 就是在日本家庭會出現的東西 今天最後一站晚餐我們要來吃的是 就是道天家食堂 這間呢是我在網路上面爬了好久 然後看到非常非常日式的一個食堂 它的座位真的很少耶 就少少的十幾個座位 然後非常像日本 八台型的座位很可愛 然後因為我看到很多人都很推薦它的咖哩啊 還有很多非常非常日本風味的定食 所以我就很期待我來吃吃看 那我們就印一進去吧 我今天講的定食是 薑燒豬肉的套餐 然後它裡面會有 腐白飯、味噌湯還有兩道小菜 也蘿蔔跟海鮮絲 剛好都是我很喜歡的 我覺得它的賣相超級好耶 看起來好好吃喔 趕快來吃吃看 我先喝一口我最在意的這個味噌湯 好喝 好喝 我覺得調味還蠻好吃的 可是有一點鹹就是一定要配飯 我覺得跟生菜一起吃很好吃 欸我嚇到耶 其實我剛剛以為我會吃一口就不想再吃了 可是我現在已經吃了三分之一碗 我以後還會想要再來試它的那個 南蛮炸雞跟馬鈴薯燉肉 感覺應該都不錯 接下來我們點的這個呢 是他們家招牌 聽說很常會提早賣完的 松露起司漢堡牌蛋包飯 哇超豐盛的 有起司漢堡牌蛋還有飯 因為我不吃松露所以只能交給 好吃 因為你們一年難進 松露會沒有很重 好我試試看沒有沾到松露的部分 是好吃的 你喜歡嗎 喜歡 是比較像 很偏日式乾口的那種咖哩 有甜味的 然後蛋很嫩 漢堡牌的味道很重欸 肉味很重 我覺得起司沒有我想像中的膩 就是蠻融合在裡面的 這是有加松露的 對 有加松露的版本 吃起來有什麼感覺 比較好吃 變高級了 真的喔 本來是家庭咖哩飯 然後加了之後變餐廳感 沒錯 所以你覺得是好的 我覺得這加松露是更好吃的 難怪那麼快就賣了 那你喜歡哪一個 這個 如果你敢吃這裡面所有東西的話 還是可以先點這個看看嗎 我們待會兒還有點一個布丁 就是因為它有賣布丁我就忍不住 還是要來評比一下 就是看這家的布丁 看起來像那種很昭和的 我喜歡那個口感 這比較甜 我很甜 蠻甜的 比剛剛下午那個甜的 但比較綿密 蛋味很重 但是是好吃的 如果你是螞蟻人的話 你會喜歡 我覺得口感是好的 然後焦糖沒有什麼苦味 剛剛下午的比較重 我可以懂這間生意好的點 就是很像是家庭料理食堂那種 就你偶爾晚餐會想要來 以上呢 就是今天帶給你們的 第一集 台北一日行程系列 不知道今天帶你們逛中山去 你們覺得怎麼樣呢 如果你有什麼去過很推薦 或是說我自己還沒有發現的好店的話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跟我們分享喔 也很想要知道 你們想要看我下一次去台北哪裡拍片呢 我記得今天這樣整趟下來之後 我覺得我一定一定會再回房的 應該是今天的晚餐 當然早午餐也是我每年都必須回房的地方 可是我覺得晚餐是一個我自己如果 就算一個人想要好好的吃一頓晚餐 也會想要來的那種家庭料理餐廳 最後不要忘記大家有機會 要來成品的南溪逛逛看小子喔 我們今天這支影片就差不多到這邊啦 最後不要忘記訂閱我的頻道 發我的IG 我們就下支影片見 掰掰 走了逛街了 以上呢就是今天帶給你們的 首集台中一日行程系列 我剛剛說台中是不是 啊 瘋掉 好鹹喔 很薑 它的薑味很重 要敢吃薑的人才能點 薑薑 薑很鹹嗎 還是你覺得 爛死 我沒有要聽你這個爛的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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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